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火防盗 那你去年一年这个工程量怎么样 我们这个工程量速的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在一年时间基本上把大概60万建设屋平米的主体结构都已经施工完成了 我们从建设到现在大概只用了两年时间 而且这两年时间还包含了两个冬季 实际上有效的施工时间可能只有一年半时间左右 这应该是一个超级速度了 我在之前的时候接待过一个意大利的我们的来访的嘉宾 他们说像我们这个体量的建筑的小镇 在他们国外要需要30年时间 但是在中国呢 我说我告诉他我们只需要三年时间 一个给世界看一下中国速度 第二个是希望在奥运之前把我们小镇建好 又那句最值得说的话为世界奉献一场精彩分长的奥运会 鼠年你最想看到的什么变化 最想看到的其实今年对于我们小镇来说是一个最关键的一年 今年我们整个的小镇将会建设完成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建筑就要亮相了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一件事 然后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的小镇能够正式开业迎接奥运会 加班了多长时间了 一直在这儿的 一直在这儿 那这个之后几天有没有休假的时间 可能要过一点时间要调休吧 稍微 调休啊 对 有没有挺想念的人 对 挺想回家呀 想回家 想孩子 孩子多大了 还不到一周岁 还不到一周啊 对 那你在2020年这大愿望是什么 我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希望就是我们今年的项目 再见的项目 然后就按按按按按按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高质量高标准的完成这个项目 然后就是然后完工之后呢 相对会可能时间更自由一些 然后还有更多的时间去 陪伴一下家人或者朋友 那新年你觉得哪句话最让你这个最激励你 最让你记忆深刻 高质量高标准的完成我们再见的就奥运冬奥项目 然后就是我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年的就是奥运冬奥目标 觉得这个这个目标有难度吗 还是有但是我相信是能完成的 非常有信心 对对对 在新的一年你给自己有什么目标 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了 希望就是能从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把项目把冬奥项目做好了 然后就是为中国和为世界展示一个良好的项目的形象 那你觉得2020年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你需要努力的 在就是现场的因为我们是工程师嘛 在现场的管理在现场的管理上 然后还需要跟各个因为参见的单位很多 然后需要跟各个参见单位密切的配合 然后就是共同努力 大家大家就是一起一起使劲 然后把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去完成好 你觉得美好的生活靠什么来实现 我觉得就是靠奋斗 撸起秀子 加油干